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叫葫芦里 太成熟的 这个能矿多少斤 一千多斤 一千多斤 这个是草木灰 这要搅多久 首先十五分钟左右 我们是素带传承的 我自己个人已经做了二十八年了 现在洗一下看更干净的 还用草木灰洗把果辣都洗干净的 那你又太熟了 这一成熟的还不会那么酸 你不成熟 太酸了 对 我今天来打砸了 打砸一千两百块 一千两百块啊 嗯 这一年做多少斤掉 做个两三百多斤 这成品变几斤掉 五斤 六斤 五斤 六斤做一斤 对 这个做鲤钢也是体力活哦 你们这边的密关太幸福了 天天来吃 现在做鲤钢多少钱 四百多年了 我们这里足足备备是鲤钢的 先晒两天 然后再去监制 洗一下好多直接破掉 刚才那个用草木洗的时候 太熟了就在那边弄掉了 它一干的颜色现在变得这么暗沉 然后它经过太阳一晒 慢慢就变红色的 因为里面的果肉就是红色的 它这个晒得有点做巴巴的了 不过它暖暖的 鲤钢大概六斤左右做一斤 对 这一干可以腌七八百斤啊 这个现在可以吃吗 现在不能吃 这个腌制腌多久 二十小时 甜中带酸 酸中带甜 好 再盖子放一片一叶 这个是腌制二十小时的 对 然后再晒 刚从鲤钢到成熟了多久 太阳好的话要一个多星期 凤蜜啊都是吃这个 天天都来吃 天天来吃啊 都不用钱天天来蹭吃 这里干就直接当零食吃 还可以来去炖猪鸡 做饮料 看来就是很多小朋友 等我们里干炖苹果 喜欢泡茶就当茶点 哎呀 放在塔里泡的 这个直接吃的 摸起来这个 感觉露很多 哇 很有嫩劲 不好吃啊 哇 你看好多多的 你看你看它露一湿一湿的 这个是永泰里干 带子装是有添加剂 所以它可以常温的 罐子装是没有添加剂 这个收到后要换在冰鲜保鲜的 硬打开了 成熟的那个果 做底干 它吃起来就不会那么酸了 这么大个 它是果肉多 和小的